哈喽,大家好,我是白定,今天做一支也是观众反馈的笔,还给我说是B站首发,英雄2017好吧,然后就如果首发我就做吧,不过是不是首发也没关系了,这支笔他跟我讲是一支老笔了,那我现在刚好试一下是不是是怎么样,反正老笔的定义是几年, 还是十几年前,真不知道,这个壳反正我个人也很喜欢,因为不占空间,只要不占空间的包装我都喜欢,但这个纸盒就可以了,这个塑料都不太好回收,然后这个胶倒是这个做的我觉得倒不错,这个胶你看暖暖的不硬,这个包装可收一下,好,那整体包装大概是这样子先,然后呢我们下来看一下那个 笔那笔,那笔的话,这个 替我二维码不知道干嘛的,哦,查真为,我还有分真假,这个笔不错,做的真不错,这个感觉,好,一样的,然后我们这支笔拿出来以后,非常高贵的一个黑金黑金配色,然后下来还是一样,先看一下这个笔 好,那首先这样子,平常的国产笔的一个大小,先,然后粗细来讲,非常中国笔的粗细的,这个,呃,小,偏细的这样子一根笔了,跟看,看起来的话,好,另外呢就是这个,这个,拔的吧,对,好,然后这样子,那首先呢,这支笔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满意的,就是第一个肯定是笔握了, 因为这个笔这么细,笔握肯定也不会太粗,那基本上笔握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,所以呢,只要看到一个笔的粗细,不是特别很,就是,哎呀,不是很怎么讲,很合我口味,基本上我就,我就,我就,不会考虑去入手了,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情况,那笔尖的话也是一样,偏小的一个笔尖,比方保隆这个笔尖大概短三分之一,宽度也是这样子,呃,本身笔尖上面看的话,花弯还是挺多的, 那感觉还是挺用心的一支笔了,还是说现在加这些东西都是很,怎么讲,模块化,或者就说很模板化,难道都这样吗,呃,好,那个大小的一个看完以后,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重量,好,0克,好,29.2克,然后拔了这个笔尖, 这个的话,这个,好,19.3克,那,呃,中间的一支偏,中间偏轻的一支笔吧,因为个人觉得笔,我用的笔的话,大部分,呃,要么很重,要么很轻,中间的反而我,我用的比较少,好,那首先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,应该是金属感,然后漆面吧, 啊,也不像,应该是不是不对,塑料感的,塑料感的,应该是,呃,首先这样子,关度的锐利度还是可以的,就整体不会说虚化了,就,边还是非常分明的,不会说有点虚化,笔尾的地方,呃,也可以,就国产比起,很常见的,一个圆,圆的铺面,呃,突面吧, 然后呢,但这个地方它有点平,我觉得前后没有很好的一个呼位,呃,呼应,呃,正常我觉得这边尖,那这边尖,那你这边,这边突了一个圆尾,那我觉得你这边也应该加一个,但这边就平切了,而且这个你可以看到,我不,是不是,呃,有点斜,但是,呃,是不是有点不太正了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视觉的一个错觉,然后比较上面,呃,呃, 不是很偏紧偏紧,呃,比较上面能看到就说,我不知道英雄的本身的代表性比较是什么,除了那个派克的剑甲以外,因为有时候国产比的除了弹比以外,我还真没找到就弹比它是这里宽,这里宽,然后中间收嘛,它那个是弹比的一个象征性比较嘛,但像英雄永生我一直找不到,就是说它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比较是到底什么样的,然后我们再下来看,这里 这里一个比黄的地方的话非常的高,然后,呃,这里金色,然后这里是三条线,然后这里一条,呃,没太看得懂,呃,外观上面来讲,觉得帮助不会很大,而且这里加场呢,是不是,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,比较上面就,侧面来看,其实还是挺OK的,就侧面看还是, 有自己一个特色,但是正面看起来这个地方就觉得,呃,有点怪怪的,这里收,然后在这里收,像两把剑,但是又不像剑,这样子,呃,笔杆的话,呃,偏细,那对我个人来讲,书写应该不是特别,呃,合一,因为它本身是细笔,但如果是喜欢拿细笔的人的话,我估计应该是挺喜欢的,呃,对,太细了 这根笔,我拿的高的话,都,这里有点见尾了,这样子,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重心吧 嗯,它重心是中间,啊,中间中间,重心的话在这里,反正也OK,呃,整体的重量感不会特别强,另外拿起来的时候也其实挺舒适的,我拿比拿的高,只要比我一定粗,然后长度一定够,呃,我拿比基本上都OK,因为我对钢笔它,那个感受不,要求,其实 其实不算特别高,我追求的更多是一个合不合适的一个问题,好,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,笔尖的话,嗯,这是,哦,吓死我了,我以为一看到好像是模糊了,是不是花了上买回来,刚刚买回来就这样,啊,还好不是,我买的应该是一个EF尖,呃,F尖不是EFF,然后这个文的话倒是没太看得懂了,有点像动漫的那个火焰的那样子一个文,我第一个人想到这个,还是说有什么, 什么特别的意思啊,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,然后再下来呢,我们看一下这个的一个笔尖,笔尖的话基本上都是为中文的设定了,就是国产笔这一点应该是不用去想太多的,这一点是板上钉钉的,好,然后看一下这个伊利, 嗯,好,可以,那正面的,然后侧边,OK,然后再看一下背部, 好,好像有什么,有点不是很轻啊,好,这样子应该清晰多了,那再下来,再回来看一下,可以可以,OK,然后再回来看一遍正面, 嗯,好像拍的不是很轻啊,好,好,不知道有没有拍的更轻的方法,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,我这个手提示的好像拍的不是很够轻啊,还是说我的角度问题啊,就是我的距离一手啊,或者是我手抖, 好,那笔尖呢,大概就是这样子的,看起来就是非常,呃,嗯,不是很有特色了,这个伊利就是很常见,呃,毕竟不是,呃,但写中文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了,然后感谢上次一个观众跟我讲这个弹簧是什么,就是防止那个墨水流动太快了, 然后可以缓冲一下,就是登百乐的那个吸墨器那几个小球一样,好,那个非常感谢,然后这个吸墨器感觉挺不错,这样子抽拉啊,个人还是喜欢这种简单的,好,那个赶紧上一下墨,啊,你看几下就能上出来了,非常的一个方便和实用,然后插一下,我们来, 好,那一个拿一下笨子,哇,这次拍视频感觉我手沾到的墨是最少的一次了,好,一样的前面刚拍完,然后这边我们就来直接拿这个来对比, 好,可以了,那这个笔那能看到,偏粗,那书写起来挺舒服的,呃,中规中矩,但是两边就中英文两边都会觉得啊,都挺高的那种感觉,不会说 左右不到那样子,个人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书写感受,对,然后,呃,写起来的话,估计出风会比较难,这个书写感觉,但这个书写感觉真的挺舒服的,另外就是笔感的话,如果是习惯拿这种中英就细笔的话,我觉得 这只笔应该还算是挺不错的,然后本身的一个设定应该是属于商务型的这样子一只笔,那 呃,如果是说性价比来讲,这只还是ok的,但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忘记是多少,因为 所以当时买我是很多只,很多只一起买了,那有时候真的积不来那个价格,好,那这只笔的话总体还是,呃,不错的,但是,呃,怎么讲呢,呃,个人的话就是觉得,呃,不,不是很够突出,就是他想凸显这样子的一个高级感的,这样子很商务的,很神秘,很专业严谨的这样子一只笔,但是,个人觉得就是说,由于他有些欧文上面细节不是很够了, 那不太能突出那种专业的感觉,那这一点,但是这一点能做得出来呢,我暂时看到的只有万宝龙,别的也没太看得出来,能做到就很严厉,很商业的,很呃,金融的,就那那种感觉,暂时,对,也没被别的平台人能看得出来,反正这只的话也能做出那个感觉,但是缺着还是那个工艺上面的一个精细度,好,那整笔的评测就到这里,有什么我漏讲的,麻烦帮我补充一下,也可以 可以就说,加我微信,然后我帮你带到群,然后大家好好交流也可以,那我们下次见了,拜拜